在过去我们的教育中 无论是学校教育或者是家庭教育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 要创到财富需要有什么样的内在状态 我们大部分学到的都只是投资的外在技巧 结果这些外在技巧却没有绝对的对或错 或者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 有人失败有人成功 又或者是理财的方法 像是很多人会被一些小资上班族 22K存百万之类的这些方法或标题所吸引 我想说的是我们被周遭环境无形中 灌输了有关金钱跟财富的信念 让我们相信有足够的钱才是成功的人生 却没有人教会我们如何处理 认为有钱才是成功 这个信念背后所带来的一些后遗症 像是许多人时常他们从付账单 或是从皮包抽出钱来的时候 会有一些匮乏感 或者是看到收入与目标之间的差距 也会有一些匮乏感 或者有些人因为负债 认为自己赚的钱不够多 而对自己的人生没有自信 看不起自己等等 很少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看穿这个 有钱才是成功的信念 而且有效去处理他们带来的后遗症 进而拥有内在的丰盛 宁静喜悦的生活 当然我相信内在搞定了 你也会开始慢慢学会外在如何扩展 如何开始创造金钱 现在我沉积的邀请你来参加这一堂线上课程 学习如何觉察你的财富跟丰盛的制约 迈向财富正能量 期待在课程中看到你哦